大家好 接下来这个视频我将为大家示范iPhone如何清除内存空间 平时我们的内存空间不足的时候 不需要更换手机或者不需要买内存该怎么清理它 接下来请跟着我视频来操作 我分四个步骤一步步的教你 让你清除最少50GB的内存空间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来操作 第一步点开我们的照片 把同样重复的照片我们先给它清理删除掉 那我们点回相簿 然后往下滑找到重复的项目 然后重复的我们就这里给它合并 你把所有的照片合并完包括视频在内合并 第二个步骤设置 点开我们的设置 然后点开我们的浏览器 然后一直往下滑 把我们的历史记录给它清理掉 因为这里也占很多的内存 那我们就给它清理掉 那我们就给它清理掉 把它删除 删除掉就可以省出很多GP出来 第三个 我们的iPhone空间内存 我们检查一下我们平时不用的App我们该怎么删除 我们是不是这样 平时你是不是这样删除 这样删除 这样删除是没有用的 只是表面删除 内存没有清理出来 那我们该如何操作 接着点开我们的设置 然后找到我们的通用 内存空间 我们找一个我们平时不用的软件 我们给它删除掉 比如这个我们把它删除掉 要从这里彻底的从这里删除 那你的内存空间才会出来 才所有的记录都删除掉 要在这里删除 你学会了吗 那接下来我们在最后一步 我们点开微信 然后点开我 设置点开 然后再点开通用 照片视频文件以通话点开 自动下载 第一个我们把它关闭 视频到这 希望我的视频能帮到大家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用 希望你点个关注 谢谢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